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突然让朱元璋想到当年乞讨十恶晕后 他曾被一位老婆婆给了一碗菜汤救活过来 因此他又想起了那碗汤的味道 并且他也突然意识到 自己没有报答当年那位老婆婆施汤救命之恩 所以他就派人去寻找这位老婆婆 以出身而论 朱元璋算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低威最草根的皇帝了 他在加入反元起义军之前 当过放牛娃 和尚 要饭花子 他在早年间生活得十分窘迫 不过他也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 元朝治政四年 1344年 时 朱元璋的家乡爆发瘟疫和饥荒 他的父母和大哥先后去世 朱元璋和二哥猪重溜 没钱买墓地 安葬父母兄长 因此 朱元璋指得去找地主刘德 希望刘德能看在父母给刘家当了一辈子店户 还有自己给刘家放牛的面子上 能借给他一块的安葬父母兄长 可是朱元璋当时穷困潦倒 一分钱都没有 根本没有偿还能力 因此说是借不如说是去要 所以 地主刘德 当然不肯给了 最后 幸亏朱元璋的邻居地主刘记组 好心赠给了他一块地 并出钱资助他安葬了父母兄长 这样 他才算是让父母兄长入土为安了 后来朱元璋的二哥猪重溜 离开家乡逃荒 朱元璋就被邻居汪大娘收养 并认了汪大娘当义母 当汪大娘家里接不开锅后 汪大娘又求爷爷告奶奶 让黄绝寺收留了朱元璋 不至于让他饿死街头 而朱元璋称帝之后 当时刘记祖和汪大娘已经去世 朱元璋特意命人 把刘记祖和汪大娘的牌位 供奉到明皇陵中 让后世子孙世代 都给他们供奉香火 而且 朱元璋对他们的后人都非常好 他追封刘记祖为义惠侯 并让其子刘英 承袭义惠侯爵位 直到明朝灭亡义惠侯爵位 才被废除 而他对汪大娘的儿子曹秀风赏 也很丰厚 朱元璋到了黄绝寺没多久之后 灾荒越发严重 黄绝寺里很快也要断粮了 住持无奈之下 只能让小和尚们都出去化缘 其实名为化缘 实际上就是要饭 就这样 朱元璋开启了他的要饭花子生涯 那个时期 江淮地区基本都受灾了 家家户户情况都差不多 都很缺粮食 因此 很少有能施舍给别人的人家 朱元璋在那个时候 三五天吃一回饭都 已经是算是很幸运了 某日朱元璋要饭没要来吃的 他已经六七天没吃饭了 饿得头晕眼花 不幸的是他还着凉感染了风寒 病恶交加之际 朱元璋迷迷糊糊地 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 这户人家是一位手寡的老婆婆 他看朱元璋这么可怜 于是 在他也并不富裕 没有多少粮食的情况下 他用一些烂菜叶子 剩饭 搜豆腐给朱元璋 做了一碗大杂烩汤饭 要知道 朱元璋当时是又病又饿 这一碗汤饭 对他可是救命之恩 朱元璋很快就把这一碗 搜豆腐汤饭吃得是干干净净 吃完之后 朱元璋还意犹未尽问老婆婆 这碗汤饭叫什么名字 老婆婆心想 一碗搜豆腐汤饭 哪有什么名字 但是朱元璋问了 他就苦中作乐地回答说 这碗汤饭名叫 珍珠翡翠白玉汤 这个名字形容得倒也贴切 珍珠就是指饭米粒 翡翠就是指那些烂菜叶子 白玉则是指搜豆腐块 老婆婆就顺口开玩笑取了这个名字 朱元璋吃饱喝足之后 又捂着大辈子睡了一觉 也许是汤饭的热乎劲 把朱元璋体内的风寒驱散了 睡醒之后 朱元璋就精神起来 他赶忙败谢老婆婆的救命之恩 于是 朱元璋就许诺自己 将来一旦有了钱 一定要报答老婆婆的救命之恩 后来朱元璋投奔了反元义军红金军 他凭借自身的才能 逐渐成长为义军的领袖 随着他击败了劲敌陈有亮和张世成 又建制原大都统一中国 最终 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 在统一天下称帝之后 朱元璋非常忙碌 他也就暂时把当年有救命之恩的老婆婆望在一边 直到后来再度感染风寒茶饭不思后 马皇后问起他想吃什么 他才猛然间想起老婆婆当年的汤饭之恩还没有报答 于是就派人去寻找老婆婆 这边朱元璋派人去民间寻找那老婆婆时 他又怀念起老婆婆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味道 于是他就让马皇后去告诉御膳房做珍珠翡翠白玉汤 御膳房听完这名字之后都有些梦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 真按照字面意思用珍珠翡翠白玉汤 给朱元璋煮了一碗名副其实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可是朱元璋喝了一口就吐了 完全不是那个味道 马皇后尝试做了几次也不对味 没有办法 那就只能等着寻找老婆婆的消息了 而当初救了朱元璋的那位老婆婆 也算是有福气 他没像刘继祖和汪大娘那样没见到朱元璋称帝建国就去世了 他很幸运的被朱元璋派来的人找到了 被带入皇宫面见朱元璋 朱元璋看到老婆婆之后就问道 老人家 你可还记得我是谁吗 多年过去了 老婆婆自然认不出朱元璋来 他只是一脸茫然的回答道 您不就是当今的皇上吗 于是 朱元璋就赶紧帮助老婆婆 回忆当年对他的救助施赠汤饭之事 就这样 老婆婆才想起来 当年自己好心救助的小乞丐 居然成了当今的皇帝 朱元璋向老婆婆 感谢了当年的救命赠汤之恩 之后 他又对老婆婆 提出想再吃一次 当年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这一下 可就把老婆婆难住了 老婆婆心里明白 当年那珍珠翡翠白玉汤 是剩饭外加烂菜叶子 和馊豆腐做的 这些东西 怎么还能再给现今的皇帝朱元璋吃呢 于是老婆婆笑着说道 皇上现在是今非昔比 老生可能做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老婆婆的回答 却并不让朱元璋幸福 朱元璋只认为 老婆婆是在自谦 她肯定是一位颇有厨艺的人 自然能再次烹饪出 珍珠翡翠白玉汤 在朱元璋的在三羊求下 老婆婆只能同意 再给她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 不过 她还是对朱元璋说道 老生这手艺多年不做了 恐怕生疏得很 味道不如当年的味道 做得难吃了 皇上您可不能怪罪老生啊 朱元璋一听 老婆婆肯做了 高兴地说道 您老只管做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哪敢责怪您 好不好吃 只要做出来就行 我就想找寻当年的味道 就这样 老婆婆就来到御膳房找材料 她到了御膳房 之后就吩咐御厨们 把烂菜叶子 搜豆腐 以及剩饭 全都找出来 当御厨们听到她的这些要求后 都被震惊了 谁敢给朱元璋吃这些东西 但是一想到她是朱元璋的救命恩人 也没人敢反驳 就按照她说的 背弃了食材原料 老婆婆按照当年的做法做了一遍 然后把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端到朱元璋面前 朱元璋很高兴地就吃了起来 结果只吃一口朱元璋就吐出来了 一边吐 一边恶心地说道 怎么有一股馊干水的味道 看着朱元璋这样 老婆婆并没有慌张 她微笑着说道 皇上 当年老生用的 就是烂菜叶子 馊豆腐外加剩饭 给您汇的一锅汤饭 这些材料加一起做出来 自然会有馊干水的味道 当年您是乞讨的和尚 必定是很多天没吃过一顿饭 就算是真的 馊干水 到了您嘴里 也是人间美味 更何况还是一顿残羹会饭 而现今 您每天山珍海味的吃着 自然在吃当年的残羹会饭 会觉得难吃了 朱元璋听了老婆婆这番话之后 一下就领悟过来 她觉得自己之前 每天追求美味佳肴 都要吃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 有些过于奢侈浪费 从此她决定要注意请柬 因此 她下职以后 减少每天的御膳菜品数量 并要求御膳房 不用每天都给她准备珍贵食材 当时朱元璋的御膳房 有一位刘姓御厨 这位刘御厨 最擅长的 就是用普通食材 烹饪出与众不同的美味佳肴 所以 刘御厨对朱元璋下指 让御膳房勤俭食材 是非常高兴的 刘御厨心想 朱元璋一直没能吃到 一道珍珠翡翠白玉汤 她就参考了老婆婆的食材做法 用新鲜的食材 发明了一道 珍珠翡翠白玉汤 刘御厨用鱼丸代替珍珠 用青菜代替翡翠 用豆腐代替白玉 然后她又精心用 猪骨熬制了一锅高汤 再把这三样食材 放入高汤中熬煮 于是 一道真正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就现实了 当然 刘御厨做的这道 珍珠翡翠白玉汤 肯定没有当年朱元璋 从老婆婆那吃到的味道 不过刘御厨 把最简单的食材味道 发挥到了极致 尤其是这个高汤味道 让朱元璋十分满意 所以 朱元璋品尝完之后 对刘御厨是赞赏有加 由于刘御厨是朱元璋老家 安徽凤阳的老乡 他在年老之后 离开宫廷 回到凤阳老家养老 也就把这道 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做法 流传到了凤阳 这道珍珠翡翠白玉汤 一直从明朝流传至今 是凤阳当地的名吃 而当初救助朱元璋的那位老婆婆 结局就非常好了 由于他守寡多年 还无儿无女 因此 朱元璋不忍心让他回民间 孤独终老 于是就把他尊为 如母凤阳在宫廷之中 后来朱元璋 在宫廷中为他养老送终了 老婆婆也算是好人有好报 他当初并没想过 能得到朱元璋的恩惠 一碗快搜掉的汤饭 救了朱元璋 却换来了朱元璋 对他晚年的奉养照顾 朱元璋也通过和老婆婆那番对话 领悟到了 还得坚持勤俭 此后 朱元璋和妻子马皇后 带头在宫廷中例行节俭 这也使得明初时期宫廷内 勤俭成风 别看朱元璋 在历史上诛杀功臣手段 过于残酷 但其实朱元璋 还是个很懂得感恩的人 他对那些在患难时 帮助过他的人都非常好 所以 朱元璋是一位懂得感恩的皇帝 像刘济祖 汪大娘 还有这位师赠给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老婆婆 都得到了他极为丰厚和礼重的报答 要知道 皇帝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由于皇帝拥有着至高无上权力 就注定了当皇帝的人是可以共患难 但却不能跟他同享福 而像朱元璋这般能用心报答自己恩人的皇帝 在历史上是极其少有的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